春節期間大家喜歡去走春而在迎接農曆春節 前天受到地震的影響而封閉的東海岸三仙台八拱橋 之後在2月5號春節之前有條件的重新開放 要讓遊客登橋前前往三仙台島 消息一出之後眼力當地的店家是非常的期待 就是希望可以恢復過往的旅遊人潮 紅灰色的橋深八個拱橋串起陸地與夾交海灣 如同長龍橫沃在海面 三千台的八拱橋跨海步道是東部具有指標性的景點 但前年地震後橋樑受損封閉至今 不少遊客遠復而來卻鋪了空失望權寫在臉上 可惜啊來過一次也是沒有開放 這一次來又剛好沒有開放 好消息來了八拱橋封閉整修一年多後 東莞處去年安排專家檢測排除安全的疑慮 決定在2月5號春節前夕有條件重新開放八拱橋 不少店家就盼開放後能再現三千台的觀光熱潮 你如果有在這邊停留 加減就是會提升消費率 現場沒有車位變形或者是清血位移的一個狀況 可以進行一個有條件的一個開放 東莞處強調未來只要在十級峰以下 就會開放遊客登橋欣賞三千台島上的自然景觀 新的一年東海岸景點重新開放 讓遊客趁著努力過年到台東走春感受 瑰麗美景 記得樓梯鄉坦路報導